第四十一章 在夜色中,我又来到那个我住了两年多的小区 小区的楼下,听着迷彩的那辆紫红色的Q7 它已经在我之前到了 我吹着口哨上楼,一路上感应灯纷纷亮起 灯光的照射下,楼道看上去更加的破旧 这种破旧,让我越发不解 我总是想不明白,迷彩为什么要住在这里 害得我无处可去,不得不寄宿在罗本的那间银窝里 敲了敲门,迷彩穿戴整齐地为我开了门 我随即抱怨了一句 哎呀,累死我了 迷彩以一种很关心我的口吻说道 那你快去弄吧,弄完赶紧回去休息 我不满地看了他一眼 哎,你这人长得是很漂亮 可这情声真就是差了一点啊 我说累,是想让你帮我倒杯热水 我都好几天不住这里了,哪里还有热水 家里有电水壶,有煤气罩 没有热水你就去烧啊 哎,对了,我喜欢枸杞柠檬茶 上次搬家,枸杞和柠檬我都没有带走 你现在就去给我泡 我说着,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翘着二郎腿,拿出果盘里的蜜菊吃了起来 迷彩脸色很难看 但还是去厨房接了水,插上电水壶烧了起来 自己站在沙发对面,有些忧怨地看着我 我心中得意,这个时候不占他点便宜 等他利用完了我,指不定又会用歹毒的言语将我噎得半死 这蜜菊真不错,你在哪儿买的 我说着,又拨开了一只橘子 你喜欢就带回去吃好了 不过,能不能先请你帮我把这个事做了 上次我觉得你的樱桃不错,你让我带回去了 这次我觉得蜜菊不错,你也让我带回去 是不是这屋子里的一切,只要我喜欢都可以带走啊 原则上是,和你这样的人我计较不起来 因为你的脸皮出奇地厚 那我很喜欢你,你今晚也跟我走吧 迷彩的脸色忽然阴转雷阵雨,怒视着我说道 麻烦你,不要把对每个女人都能说出来的话在我面前说 我会觉得你很不要脸 我只是顺着你的逻辑往下说的 怎么就不要脸了呢 你要是不愿意啊,我不喜欢你就是了 迷彩王已经快沸腾的水看了看 那表情恨不能将我塞到电水壶里去 我心里爽开了花 在我和迷彩这么多次的口舌之争中 我这是第一次占据上风 这种收复城池的感觉,真的爽爆了 得意到无以复加 不禁哼唱起了王妃的那首《新房客》 迷彩瞳着我,听我将歌唱完,却又无可奈何 他当然无可奈何,因为他不敢向我这么不要脸 我又对迷彩说道 你知道我刚刚唱的是什么歌吗 没等迷彩回答,便抢着自问自答 是王妃的《新房客》 有没有觉得格斯写的就是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啊 依旧没等迷彩回应,又抢着分析道 我每天在这个屋子里等待晚上迎接白天 白天打扫,晚上祈祷 有一天你心血来潮地住进了这里 我这个房东对你这个新房客说 你好,你却对我说,打扰 然后就把我从这个屋子里赶了出去 你可真会联想 这不是联想,是一个不久之前发生的真实的悲惨的故事 我委屈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怒视着迷彩 迷彩没有应我的话 看了看已经沸腾的水,说道 我去倒水,你的柠檬片和枸杞放在哪儿了 卫生间里的马桶旁边 我没好气地说道,却是为了恶心迷彩 刚刚经自己这么一分析 也觉得受了天大的委屈 迷彩果然面露恶心的表情 但也知道我是故意为之 沉着脸说道 你要不告诉我就算了,自己泡去 你那么有原则 答应过帮我泡茶就一定会泡的 可是,你真的把柠檬和枸杞放在卫生间马桶的旁边了吗 你去问卫生间里的蟑螂啊 他们住在那儿 放没放肯定特清楚 不喝拉倒 迷彩气急了 说了句不喝拉倒 随即走进了自己的房间 不愿意再和我说一句话 我小人得志似的对着迷彩的房间又唱起了那首新房客 终于去自己原来住的那个房间里找到了柠檬和枸杞 用开水泡上一杯 惬意地坐在沙发上喝着 生活瞬间如此美好 喝完了一杯茶 这才想着去卫生间帮迷彩清理掉蟑螂的尸体 电话却忽然响了起来 看了看号码是罗本打给我的 我接通电话 就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她对我说道 我有点为难 但之前已经坏了人家莉莉一次事 再坏一次 有点说不过去了 半赏终于对莉莉说道 哎 行吧 今晚我就不回去了 那你待会儿打个电话告诉罗本 你不回来了 没问题 记住 别告诉罗本 是我打电话让你不回来的哦 嗯 我就说今晚有事不回去了 张阳 你真不错 改天有空 请你吃饭 莉莉说完 揣着喜悦挂断了电话 我却忘记提醒她 先把上次从我这儿拿走的一百块钱还给我 结束了和莉莉的通话 我又犯起了难 如果今天晚上不会罗本那里住 我还能去哪儿过夜啊 我带着无处落脚的担忧 去卫生间帮迷彩清理了蟑螂的尸体 其实也没有几致 因为上次那杀虫剂 根本就没有什么效果 找了半天 才在抽水马桶的后面 发现了一只还没死透的蟑螂 但就这一只 已经足够让我心安理得的和迷彩交差了 我用卫生纸将蟑螂包了起来 又塞了一些烟头进去 充当蟑螂的尸体 随即来到迷彩的房门口 敲了敲门说道 诶 蟑螂的尸体已经都被我清理掉了 我用卫生纸包着呢 你要不要出来验一下 那个杀虫剂的效果真不是盖的 第四十二章 房间里的迷彩并没有回应我 可能真的被我刚刚的言行气得够呛 我又敲了敲门 说道 那我不进你的房间 就把清理掉的蟑螂扔进去 给你验一下 证明我确实帮你做好事情了 从来没有敷衍过你 迷彩与其紧张地对我说道 不用验了 你赶紧拿走 哦 我硬了一声 抬手将手中用卫生纸包裹着的烟头 和一只半死的蟑螂 从窗户口扔了出去 我又对迷彩说道 现在卫生浆可以用了 保证一只蟑螂都没有 哦 那你赶紧回去休息吧 这么晚 很难打到车的 迷彩终于再次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一头微卷的头发已经扎了起来 并换了一件比较厚实的千鸟阁图案的尼戎大衣 手中拿着车钥匙 对我说道 那我送你回去吧 我一动不动地站着 当然是为了赖着不走 因为已经答应了莉莉 今晚不回罗本那边住 已经走到门口的迷彩 回头问道 你怎么不走 今天啊 没法去朋友那边住了 怎么回事 他带了个女人回去过夜了 都已经一个星期了 你还没有找到住的地方吗 这段时间忙呗 光恒店就跑了两次 哪里还有时间找房子呀 再说了 找到一个让自己住的舒服的房子 哪有那么容易 我说着又还市这间屋子 充满怀念 那你就去住宾馆吧 不去 住宾馆多贵呀 我得攒钱把欠你的债给还了 我说着往沙发上一坐 又一躺 直接用行动和迷彩挑明了 今晚我就住在这里 迷彩走回到我的身边 皱着眉问道 你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今天晚上住在这里的意思 我说完回应了迷彩一个笑容 半晌迷彩耐着性子对我说道 你不要让我觉得你很无赖 好吗 我本来就是一个无赖 再说了 我今天为了来帮你的忙 打车费就花了二十好几 我都不开口跟你提钱的事情 你让我在这里注意也怎么了 你的打车费我给你就是了 并管我去帮你订 这总可以了吧 我一翻身又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几乎与迷彩脸对着脸 怒道 你知道吧 我就看不惯你一副 什么都能用钱去搞定的姿态 你觉得我是缺钱的人吗 告诉你 今天晚上我就是在这不走了 有本事你就报警啊 就说我私闯明宅 你一防客 好意思报警 说我这个房东私闯明宅吗 你当然不好意思 因为是你用俩臭钱 强占了我住了两年多的房子 理亏的是你 我一通乱说 却将迷彩所有能说的话 全部堵死 只是怒视着我 我又往沙发上一躺 摆出一副 坚决不离去的姿态 迷彩拿我没有一点办法 一向淡定的他 竟然恨得一跺脚 随后拎着手提包 向门口走去 我扭着头问道 你去哪啊 我走了 行了吧 走吧 别回来了 迷彩离开后 我潜入到迷彩的屋子里 从柜子里 找到一套没用过的床上用品 搬运到了自己原来住的那间房里 铺好床 就这么心安理得地住了下来 巴不得迷彩不回来才好 却已经忘记了当初从这里搬走时 自己是怎么摆出一副大义凛然的姿态 成全迷彩的 次日 我睡到八点才起床 来不及买洗漱用品 直接用迷彩的 又在楼下熟悉的小吃店 快速解决了早饭之后 匆匆登上了去公司的公交车 来到公司之后 参加了例行的陈慧之后 经理陈锦明又将我单独留下 我知道 他是关心这次有我负责的全营销策划 陈锦明向我问道 怎么样 这次全营销计划的思路有了吗 嗯 这次我打算 以实现客户价值为策划的核心 这么做 是为了强化我们的品牌形象 我认为先实现客户价值 客户才会更好的 为我们实现企业价值 嗯 你这个思路没有错 我们保利百货经营多年 在4P上已经很成熟了 现在正式跨入了顶级百货的行列 急需做的便是形象的提升 更好的实现客户价值 是提升企业形象的最好手段 你的营销思路 很符合我们百货现阶段的战略需要 我点头回应 在保利百货工作两年多 我当然对公司所处的战略环境 有自己的理解 陈锦铭又说道 我会从平面设计组 工程组 陈列设计组 各调一个人 加入这次的专案组 协助你完成这次营销企划案 你对任险上 有什么要求 可以随时和我沟通 好的 哦 对了 我得到消息 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 卓美购物中心 近期会针对我们保利百货 举行一次大型的促销活动 他们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为了短期内 透支消费者的消费需求 达到阶段性打压我们的目的 卓美购物中心 在这个时候 有大型的促销活动 并不让我意外 这完全是战略需要 我们保利百货和卓美购物中心 处于同一个商圈 同样主攻高端市场 利益冲突原本就很剧烈 而枯起在我们公司社会 更让我们在真正意义上 和他们处于平行的位置 他们感觉到威胁 自然要强势压制 不过 我们保利百货 虽然达到顶级百货的标准 但和卓美仍然有一些差距 目前在卓美社会经营的 国际一线品牌有十一个 略多于我们 我向陈锦明问道 所以我们企划部 近期也要出应对的 促销企划案吗 嗯 是的 而且要尽快 我们的促销活动 要赶在他们之前做 破坏卓美的展练意图 时间虽然很紧 但一定要保证活动效果 这是对我们企划部机动性和执行力的考验 只能成功 不能失败 这次促销企划 因为意义重大 我已经让方元提前结束婚嫁 明天就回公司报道 由你们一起完成这次的促销企划案 我在心中松了一口气 要是方元不回来 我一个人还真扛不起来这么重要的案子 但这也从侧面说明 这次的促销企划 对我们百货的战略意义有多重大 否则陈锦明也不会提前结束方元的婚嫁 陈锦明又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递给我道 这是公关部刚刚得到手的 卓美购物中心的最新人事档案 他们公司的高层 在前段时间有重大的变动 这份人事档案你拿回去看一下 尤其是他们企划部的人员构成 要着重地了解 做到知己知彼 我翻看着 从陈锦明手中接过来的人事档案 刚看到第一页 便震惊了 因为卓美购物中心 新上任的首席执行官 是一个我熟得不能再熟的人 第四十三章 卓美购物中心首席执行官 米采 英文名Betsey 生于1988年9月10日 祖籍苏州 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工商管理硕士 我阅读这简历 震惊到无意复加 原来昨晚被我从那间破旧屋子里 弃走的女人 竟然是卓美购物中心 新上任的CEO 虽然我不在卓美认知 但卓美作为我们保利百货 最大的竞争对手 还是让我和米采 产生些许的间接联系 至少我们都是从事百货行业 虽然地位天差地别 难道真的又不是冤家不惧投意说吗 我们既生活上产生交集之后 又间接地在工作上产生联系 陈锦铭注意到我的异常 不太明白地问道 怎么了 卓美的这份人事档案有问题吗 没有 就是觉得卓美新上任的CEO 实在是太漂亮了 才26岁 不知道有没有男朋友 陈锦铭很无奈地看着我 半赏无语 那经理你先忙 我去工作了 我说着也没等陈锦铭回应 带着卓美的那份人事档案 离开了经理办公室 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我又翻看着那份人事档案 看了个遍之后 又翻回到迷彩的那一页 仍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潜意识里 又拿自己和他做对比 瞬间觉得 人的差距竟然可以如此之大 要知道卓美这些年 在苏州一直吻压我们保利 作为卓美的首席执行官 迷彩在业内 要比我们保利的CEO杨华清 更胜一筹 而在保利工作的这两年多 因为级别的关系 我甚至连杨华清的面 都没怎么见过 在我心中 杨华清就是一个站在高处 需要自己仰起头仰望的男人 可就在前不久 迷彩作为在业内 比杨华清更强的存在 竟然被我粗暴的对待 邮寄的那天 我将他的床单和被子 从窗户上扔进雨中的情景 当时迷彩真的在我面前 就委屈地哭了出来 而后面的相处中 我更是劣迹斑斑 我没有再想下去 这个时候我真庆幸 我是在保利工作 而不是卓美 身边的赵李 看着我不断变化的表情 疑惑地问道 赵阳 你的表情怎么这么扭曲啊 脸疼 哦 你手上拿的是什么资料 看你翻半天了 卓美那边最新的人事档案 你拿去熟悉一下吧 我说着将资料扔给了赵李 赵李随即翻看了起来 刚看到第一页 惊讶地对我说道 啊 卓美那边的CEO换了呀 嗯 才26岁 还这么漂亮 不会是花瓶吧 你也觉得是花瓶吧 我知音南米般地对赵李说道 却是心里不平衡 凭什么我和米彩都是八零后 他活得像个仙女 我却活得像只蟑螂 可是人家是宾夕法尼亚大学 毕业的工商管理硕士啊 应该也不会太花瓶吧 谁不知道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商学院 是全球最牛的 赵李看着迷彩的照片 又否定了自己刚刚的想法 我瞪着赵李说道 赵李 你呀有立场吗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怎么了 现代商业竞争 凭的是智慧和经验 不是学历 你干嘛那么激动 我也就是随便一说 反正他是不是花瓶和我们这些小人物也没什么关系 娘娘腔 别和我说话 谁是娘娘腔 我是一个酷爱户外运动的纯爷们 户外芭蕾吧 赵阳 你这个畜生 你做事损 说话更损 骂 继续骂 捏着蓝花纸骂 这个傍晚 我和同事一起留在公司加了两个小时的班 我已经连续好几天处于这种工作状态中 自己也渐渐适应了这种忙碌和高压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改变 而我颓废了很久的生活需要这样的改变 准备离开公司时 我接到了方元的电话 他告诉我 他已经和妍妍从三亚回来了 约我一起吃晚饭 我警惕地问他有没有简威 他告诉我 简威已经和相臣去了南京 我这才放下了戒备 可心中却充满了难以言明的失落 这次简威和相臣回南京意味着什么 我很清楚 夜晚的厚重 不断地压抑着我的敏锐 于是越来越压抑 越来越失落 来到与方元约好的餐厅 在门口吸了一支烟 咧着牙看了看橱窗里的自己 觉得笑得毫无破绽之后 这才灭掉烟 小餐厅里走去 盐盐在老远的地方就向我挥手示意 我艰难地保持着刚刚的笑容 向他们夫妇走去 在我坐下后 盐盐立刻将身边的方便袋递给了我 说道 知道你喜欢喝啤酒 给你买了很多可以开袋及时的海鲜 赵阳 姐姐够疼你吧 我从盐盐手中接过了袋子 撇着嘴说道 你都一接过婚的少妇了 就别在我们面前装嫩 以姐姐自居了 我真是喊不出口 你可真损啊 我少妇怎么了 少妇也是你姐姐 盐盐拍打着我 我没心没肺的哈哈大笑 心情却仍沉浸在一种不该有的失落中 难以自拔 在我和盐盐的笑闹中 方元向我问道 听陈经理说 卓美那边近期会有针对我们保利的大型促销活动 嗯 这是预料之中的事情 要不然啊 陈锦明也不会这么着急的把你招回来 可惜了你的婚嫁了 对了 少妇 还没玩的尽兴就被招回来 是不是特恼火啊 盐盐挽住方元的胳膊说道 哼哼 我一向支持我老公的工作的 少玩那么几天 我不在乎 好妻子 贤内助 我发自内心的感叹了一句 方元搂住炎炎向我笑道 你也可以花点心思把你女朋友培养成贤内助的嘛 我没有言喻 张望中等待服务员赶紧把菜上齐 吃饭间 方元又和我聊起了工作上的事情 我把最近的工作情况大致和他说了一下 他又忽然问道 对了 听说卓美那边的CEO换了 你那边应该有他们最新的人事档案了吧 有 陈锦明今天早上给了我一份 你带身上了吗 给我看看 我忽然意识到卓美新上任的首席执行官正是迷彩 要是方元炸看到那份人事档案 非被震倒不可 我也难以解释 因为太不可思议了 我自己做梦也不曾想到 那个被我声拉硬拽着冒充成我女朋友的女人 竟然是卓美新上任的CEO 我当即说道 我没事把那东西带身上做什么 那份人事档案你应该看过了吧 你简单介绍一下卓美新上任的CEO 还有他们那边那个搞企划部的情况 下班时间咱不谈工作成吗 工作上的事情我一向不含糊的 对我来说没有上下班的区别 我们作为公司企划部的成员 第一时间了解竞争对手的动向是我们毕业做的功课 我沉默 也知道这事根本瞒不住 方元早晚都得看卓美的人事档案 心一横索性从包里拿出来资料 扔在了方元的面前 这份就是 你不是说没带在身上吗 别问 你先看 第四十四章 方元在疑惑中 打开了卓美购物中心的人事档案 目光停留在第一页上 表情瞬息万变 不亚于我乍看到时的震惊 身边的炎炎察觉到方元反常的表现 说了句怎么了 也看向了方元手中的那份人事档案 只是一眼 惊得捞住嘴 然后瞪着一双大眼睛看着我 半晌 说道 妈呀 卓美购物中心的首席CEO是你女朋友 这也太夸张了吧 还是我幻觉了 方元放下手中的档案 和炎炎一样的表情看着我说道 赵阳 这是怎么回事 以前也没听你说过 你才是卓美的CEO啊 我也是今天早上看了这份人事档案才知道的 和你们感觉一样 我也觉得是自己的幻觉 方元和炎炎对视了一眼 依旧是震惊的表情向我问道 你和他到底是怎么认识的 还记得我和你说过 我以前住的那间老房子 被一个开着豪车的女人给买了吗 嗯 你和我说过 就是迷彩买的 然后 我们就理所当然的认识了 方元点了点头 忽然好似想到了问题的关键 又一种刺透我的眼神问道 前后不到一个月 他就成了你的女朋友 没办法 缘分来了挡都挡不住啊 卓美的首席执行官 不到一个月就被你昭阳追到手了 小说情节也没发展这么快的吧 一开始你把弥撒介绍给我们 我们都以为你跟她交往很久了 只是瞒着我们没暴露 没想到 你们认识的没到一个月 昭阳 你泡妞的功夫可是登峰造极了呀 你两口子能不能别这么阴阳怪气的和我说话 那你就和我们老师交代 你和弥彩到底是什么关系 其实把弥彩的档案给方元看的那一刻 我就已经知道 今天啊 这只是包不住火了 谁会相信一个顶级购物中心的CEO 会爱上一个不靠谱的小职员呀 要怪就怪生活太他妈的神经 为什么弥彩偏偏是着美的CEO 哪怕她是一个乡镇企业老板的女儿 或者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我也不至于面临现在这被拆穿的窘境啊 半上我不耐烦的对死盯着我的方元和炎炎说道 你俩别像沈藩人似的看着我呀 我招了还不行吗 赶紧的 再不招 我们俩就对你用刑了 炎炎冲我举着粉拳说道 我仰躺在椅子上 终于看着天花板 豁出去似的说道 她不是我女朋友 那天你俩的婚礼上 我一个人心里挺空的 就打电话骗迷彩 说请她吃饭 把她骗来参加你们的婚宴 然后遇到了简威 我脑子一发热 就说她是自己的女朋友了 再然后 我就不停地用谎言演示谎言 直到你们所有人都真的以为 她是我的女朋友 天哪 赵阳 这是不是说明 你还是忘不掉简威 炎炎不顾餐厅人多 惊声向我问道 方元 给你媳妇来一张镇定计 推吵 方元给了炎炎 一个眼神是一趟安静 炎炎终于抱歉地看了我一眼 随后沉默 把对话的空间 留给了我和方元 沉默了一会儿 方元对我说道 赵阳 你又何必用这种幼稚的做法 去自欺欺人呢 幼稚嘛 我只是想让自己好过一点 还有简威相乘 至少大家不显得那么苦大仇深 至少还能像个朋友似的说上几句话 方元叹息 随后沉默 这世界上最让人无能为力的 便是男女之间的爱情 来来去去的由不得人 也更没有谁 能拯救我和简威的那段过去 方元选择沉默 是因为他明白这个道理 我也沉默 沉默中无奈 无奈里悲伤 却没有一夜 能在这深秋的夜晚 破着浪 带我远离悲伤的周 于是禁锢着欲望 晃荡着灵魂 不安的张望 结束了晚餐 我一个人走在街头 谈不上失魂落魄 却有点想离开这座城市 其实我很早就想离开了 因为这座城市 让我幻想了两年 也让我疲倦了两年 我无数次在无眠的夜 幻想着有一天 简威会回到我身边 可幻想一次次破灭 于是我也越来越疲倦 现在我终于不用再幻想下去 因为简威已经心有所属 在相辰为他戴上定情的项链时 我就已经清醒了 真的想把幻想 把失落 把孤独全部留在这座城市里 扬城而去 然后让凛冽的秋风 搅碎着该死的一切 从此与我无关 这他妈该多爽 我想离开啊 离开这里 回到从小到大的那座城市 冷了有妈妈吃的毛衣 热了有板爹泡的凉茶 可我离不开这座城市 我的灵魂早已经深埋在这里 这里有一把唱着孤独的吉他 这里有一座藏着过往的空城 还有一间抚慰着我的旧房子 坐在公交站台的长椅上 茫然地看着一辆辆 载着乘客的公交 驶向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 可我似乎在这个夜 又无处可去 最后一班三十二路车 停靠在公交站台 我猛然惊醒 随后慌不迭地跑了上去 头上硬币 于是终于有一个身份 叫乘客 这个夜晚 我会随着这辆三十二路 穿过六条街道 回到那个老房子 潜意识里 我就是不想离开这间老房子 所以今天早上 我又铤而走险地 去迷彩的房间 找到了一串这间屋子的钥匙 并天真的以为 迷彩真的会把这间屋子 留给了我 从此不会再回来 拿出钥匙 打开了屋子的门 却意外地听见了 卫生间里有洗漱的声音 往鞋架上看了看 有一双 史内奥的水晶亮片系的 女士皮鞋 那无疑是迷彩回来了 我悄无声息地 站在卫生间的门口 看着正在洗漱的 迷彩忽然说道 你回来了 迷彩并不惊吓 可能早就听到 我刚刚的动静 但他不理会我 似乎还在气我 昨天死皮赖脸的行为 你刚刚漱口了吗 我又问迷彩 迷彩下意识地 往自己的牙刷看看 才说道 问这个做什么 今天早上起来的池 我来不及买洗漱用品 就用你的了 迷彩的表情顿时阴晴不定 气息也变得重了起来 你 你昨天走得那么坚决 我以为你不回来了 要不然我肯定提前告诉你的 或者帮你买套新的 迷彩好似那天 看到蟑螂的表情 怒道 你恶不恶心 你是美女 我肯定不觉得恶心 用了就用了呗 我实话实说 实际上这对于我来说 也实在是鸡毛蒜皮的事情 大学时 几个爷们儿抽一根烟 都是口水一挤 放进嘴里边抽 以此为参照 哪里还会介意 用美女用过的牙刷呀 再说了 我是真打算给她买一套新的 谁知道她今晚就回来了 我是说你的行为恶心 用你的牙刷我真不恶心 真不用替我担心的 迷彩的表情更加愤怒 将牙刷毛巾 甚至化妆品 全部扔进了垃圾楼里 走到挡在卫生间门口的我身边 重重一推我 第一次报了粗口 死开 我一把拉住迷彩 恍然大悟地说道 哦 原来是我用你的牙刷 你嫌恶心啊 你看看你的表达能力 真是让人着急 这都说不清楚 第四十五章 迷彩咬着嘴唇看着我 似乎已经无法用言语和我沟通 许久才阴沉着脸对我说道 为什么世界上会有你这么没素质的人 我松开了迷彩 不以为然地说道 你就不能两面性地去看问题吗 我用你的洗漱用品 从另外一面来看 也表明我不拘小节啊 你用的时候得到我同意了吗 所以我说自己不拘小节啊 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情 值得大张旗鼓地去请示你吗 可是 我在不知倾向 用了你用过的牙刷 这用都用了 难不成我去找月光宝盒 让时间倒聊 提醒你千万别用吗 这多不实际啊 所以啊 这个事情你就看淡些 你得明白 这世上本来就无一物 你是假的 我也是假的 牙刷当然也是假的 天知道你有没有什么传染病 有传染病也是你活该倒霉啊 你说茫茫人海 我们碰到一起的几率有多小啊 碰到以后 我又用了你的牙刷等等 洗漱用品的几率 是不是更小啊 按照你这个逻辑 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是不是都是我的做 都是我活该倒霉 哦 可以这么说 你还是挺懂我的嘛 我的心思 你不用猜都知道 王八蛋的心思 都是这样的 谁都不用猜 就能看到你们 这类人的丑陋嘴脸 你又报诉口了 就算我是王八蛋 你这么一个 挺挺欲力的女人 也不应该说出来 多坏形象啊 赵阳 你今天是非要把我气死吗 你要派被气死 那你走啊 把这间屋子留给我 大家都舒服 都清静啊 迷彩忽然就平静了下来 语气淡然的说道 你想得美 我不会成全你这个人渣的 反正我今晚不走了 你要不嫌弃啊 那我肯定也不会嫌弃 咱俩有机会再次同居的 迷彩出人意料的没有反驳 转身回到卫生间 重重关上门 也不知道在里面坐下什么 我坐在沙发上打开电视 心不在焉的看着 却不时向卫生间里看去 总觉得有些阴谋 忽然又想起 上次他深夜把我骗到荒郊野外的事情 一阵后怕 我这么充满智慧的人 能在同一个人身上吃两次亏吗 显然不会 我在心里自我安慰到 顿时宽了些心 宽心之后 心情也变得莫名好了起来 于是趁迷彩在卫生间的功夫 到楼下便利店买了洗漱用品 当然 我是带着钥匙出去的 以防迷彩趁机将我关在外面 我心里有一点点愧疚 于是在肉腾中 给迷彩买了便利店里最贵的洗漱用品 自己随便买了些瞎凑合 反正我也不是什么讲究的人 我在小区外散了一会儿布 又抽了几根烟 将心中的压抑排遣完后 回到住处 迷彩也正好从卫生间里走了出来 头发湿漉漉的 好似刚洗完澡 我疑惑地问道 诶 你不是把洗漱用品都蒸了吗 怎么又洗上了 难道我没有备用的吗 你 你不早说 我刚去便利店帮你买了一套 五十多块钱呢 是吗 迷彩用一条崭新的毛巾 擦了擦自己的湿发说道 语气很平静 好似根本没有刚刚发生的不愉快 啊 你看 我说着将袋子提给他看 那你放卫生间的柜子里吧 以后用 迷彩依旧平静 我点头向卫生间里走去 里面全是水蒸汽和弥漫着沐浴液的味道 我警惕地四处看了看 生怕迷彩对我使坏 据我对他的了解 他越平静 越会把我往死里找 除了迷彩换下来的衣服 卫生间里几乎无物 确定安全后 我打开了洗漱台下的柜子 里面果然有很多备用的洗漱用品 早知道我就不用他用过的了 毕竟我真的不是一个把伴嘴吵架当乐趣的人啊 随后 我在卫生间洗漱 忙妥了之后 也和刚刚的迷彩一样 一边用干毛巾擦湿发 一边走出卫生间 让我意外的是 迷彩并没有休息 而是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一边吃樱桃 一边看文件 我问迷彩 你怎么还不睡啊 等头发干了 我在迷彩身边坐下 也不客气地拿起樱桃吃了起来 随后又问道 你很喜欢吃樱桃吗 嗯 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吃 我打量迷彩 总觉得不对劲 以我最近的恶劣行径 他回答一个N字 就已经很给面子了 竟然告诉我很小的时候 就喜欢吃 我又给自己壮胆 我一男人 他能对我做什么 平心静气地在这里住下就行 用不着疑神疑鬼的想太多 无聊中 我向迷彩捧在手上的文件看了看 果然在文件上 看到了卓美购物中心的logo 那迷彩是卓美的首席执行官 便是千真万确的事情了 我推了推看得入神的迷彩 问道 哎 你知道我是做什么工作的吗 谁愿意管你 迷彩这次不耐烦地应了一声 我善善地笑了笑 心里更放宽了些 他就应该用这种不耐烦的态度对我 也不意外 迷彩对我工作状况的一无所知 虽然我相信卓美也有我们保利的人事档案 但迷彩肯定不会去看 就算看 也只是看保利的高层 不会看我这种小人物 所以他根本不知道 我在保利的企划部工作 我当然更不会主动告诉迷彩 自己在保利认知 这完全是因为自尊心作祟 我不愿意敌他那么多档 至少在这间屋子里 我和他是平等的 也不平等 在这屋子里 我可比他牛 这绝对不是我的胡言乱语 是有逻辑支持的 他怕蟑螂 蟑螂怕我 我比他牛了两个档次 自我的意想中 我更加的得意 抬手又扔了两只樱桃进嘴里 又当着迷彩的面 哼起了王妃那首新房客 迷彩不胜其烦 但也不愿意再和我争执 将文件拍在桌上 起身离开了沙发 我厚着脸皮问道 你干啥去 洗衣服 迷彩头也不回地答道 那你今晚不赶我走了吧 你爱住就一直住着吧 你也陪我住着吗 当然陪你住 迷彩的回答让我大为得意 一个女人就这么被自己轻松搞定 心中已经幻想着明天晚上 便去把行李给搬回来住下 在这座城市里 这间老房子 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 继续哼唱着 让迷彩心烦意乱的新房客 眼睛却撇在迷彩留下的那份文件上 心忽然砰砰跳动 这份文件正是卓美购物中心 11月份的精英计划书 里面肯定包含对我们保利的战略压制 以及将要举行的促销活动方案 如果我看了这份计划书 卓美的战略意图便一清二楚 这将对接下来的我们反制卓美的营销计划 极为有利 看还是不看 我一瞬间纠结了起来 依然 感谢观看